央港数字货币交易化中心这件事 国内的某个超级牛人 他说 七哥 现在共产党就怕美国人不查数字货币 就怕美国人不去搞数字货币 为什么 当美国人对数字货币不友好的时候 数字货币这个新生货币是不会被铲除的 包括比特币 这些地方去哪里 去卢森堡 去阿布扎比 去BVI 去阿曼 去赛舍尔 去马尔他 去新加坡 最后共产党就会发现 你日本对数字货币不友好 你欧洲对数字货币更不友好 所有这些不友好 共产党就太高兴了 在你全面制造恐惧的时候 共产党就要收割 那当然要香港了 把香港变成数字化人民中心 也就叫数字化情报中心 也就是抓住了人类一半的未来 就这么简单